你來看這樣的狀態裡面 本來都少少的突然之間 一天來給你增加 這個14個人的境外移入 大家還是會覺得 感覺情況不太對勁 然後你可以進一步 還看一件事情 這兩天不是一直有 那個台商在炒作一件事情嗎 為什麼要三天的 陰性的核酸檢測報告 為什麼回來一定要隔離14天 那我們看到是他們考慮說 是不是我用兩岸包機的方式 我就不要隔離14天了 可是指揮中心說 千萬不可以 因為我們台灣就在全世界的評比 我就把我們跟日本紐西蘭 台灣是列為是同等級的 防疫成果非常好的國家 其實防疫成果好不好 我們自己感受最深刻 我們覺得我們都可以正常的生活 其實是對很多國外的人來講 是非常羨慕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會成功的關鍵 其實有幾大關鍵 第一個我們戴口罩 一公正常生活我要補充一下 像我勇敢的就是周年慶人擠人 你去想想看棒球比賽是不是照常舉行 尤其是那個演唱會有沒有 演唱會大家還是照常進場 蔡玉琳演唱會明天我就要去 即將到來的12月31日阿妹在台東演唱會 大家討論的是要如何買車票去台東 但是大家不會討論就是說 這樣人跟人之間這樣 人擠人會不會很危險等等 就是說我們生活其實是很正常在進行 在歸宮台我覺得第一個我們戴口罩 因為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滿守規矩都戴口罩 第二個其實最非常一個關鍵 就是我們隔絕在境外 就是有14天隔離這件事情 因為所有的醫學報告就是說 隔離14天是一個非常有效 而且必要的方法 而且我們從2月開始一直實行到現在 我們真的看出它的成果 所以現在絕對不能因為任何的理由 去做規模性的這樣開放 我連叫包機什麼等等 講話說你們違憲 限制人生自由 我覺得自由可不可以被限制 要看它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如果是要讓全大多數的人 都能夠獲得一個安全的生活的時候 我覺得部分的做的限制 本來也是法律上所許可的 那我覺得講萬一也應該講就是說 難道他到底他的衡量這個輕重 到底是我們2300萬人 大家可以在這裡平安健康的生活比較重要 還是他要冒那個那麼大的風險 說所謂的包機 然後不用14天的隔離 我試問一下 如果這個成為一個破口的話 那誰要去負起那個責任 而且也沒有人可以負得 其實也不是你講萬一可以負的 萬一萬一成為一個破口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後悔都來不及 所以我覺得 我們已經表現那麼良好的指揮中心 今天指揮中心如果表現不好 指揮力力力力力 我們這個裡面一團糟 我們就不要聽他 不能夠有道理 明明這個指揮官就做到真好 我們做到真好 我們有條不問 我們真的是 我們大家感受到那個成果是好的 那我們幹嘛不聽他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刻裡面 沒有大家假的 包括12月1號開始 我們有新的措施 其實也不算新的措施 就再次的嚴格的來實行 嚴格一點點 比我們6月有一點放寬之後 在幾大的一個場所裡面也請大家 而且我覺得大家還蠻守規矩 因為在我現在在LINE裡面 常常有人在傳這個 而且提醒大家 我看到的都不是在批評 怎麼還沒台沒錢 要叫他一定要去哪裡戴口罩 而是提醒大家 12月1號開始 如果你進入或參加 類似的這樣的活動 你要戴去口罩 那表示大家是非常支持 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指揮中心的 我們整個防疫成果好 很多政治人物沒有講那麼多話 其實也是關鍵之一 就讓專家 讓真的專家 能夠好好的去再發揮他們的鎖長 其實也是這次防疫效果好的 我們來回顧一下 就那個口罩就好了 如果當初聽國民黨的說 你怎麼不先給別人 然後這樣子沒人信 你會怎麼樣 然後說口罩幹嘛自己做 去買國外的就好了 買不到 還好都沒聽到 而且我們一開始隔離時代 很多人反對 說他麻煩隔離什麼等等 或者普篩這件事情 普篩後來證明說 如果大家想看看 我們現在看到美國那些數字 如果說他們確診的病例很高 但是美國是這樣 確診他大部分都是告訴你 你被確診了 但是大部分他說請你回家這裡休息 因為醫院怎麼可能 他像前幾天15萬 15、6萬的確診病例 他醫院怎麼有那麼大的能量 說可以收留這些人 但是台灣不一樣 大家想看看我們台灣的 醫療的狀況跟美國是不一樣 我們只要萬一發生確診的話 我們絕對是要求他進入 隔離器 那個病房裡面去做處理 所以我覺得那個包括 偽陽性偽陰性的問題 也包括說我們整個負荷 整個醫療負荷的問題 所以當初雖然吵了一陣子的 普篩與否 其實我們到現在回歸專業 去做專業的判斷了 趙文講得很好 或是說聽專家貝 不可以假老